大家想不想知道在北京 一个月学费13000万的幼儿园 到底长啥样 13000万 你别说要给大喵报名啊 先体验一下嘛 上幼儿园不 不要我来人 我要去找豆豆 豆豆也在那个幼儿园 去不去 前段时间不是在大喵 参加了一个家门口的幼儿园 半日体验课吗 我看他玩得老开心了 所以我就想着要不要9月份 直接送他上幼儿园得了 我看账母娘他们也不同意不 也不是建议三岁后再上吗 9月份马上就开始了 所以我现在又纠结了 那次就有好多互联网小姐妹 建议我说晚点再送 送太早了容易生病 孩子早晚都得经历这个过程 再说你那一万三千万是啥意思 那给孩子责校是大事 不能多比较及呀 现在北京教育那么卷 这不能输在起跑现场啊 我就纳门 花那么多钱能学啥呀 我本来也很好奇 直到我看到了他们的课表 英文艺术查到就不说了 看见这个厨艺没 送过去一个月 直接会烙饼 这没毕业呢 年夜饭都不用愁了 爸爸我要烙饼 你看这觉悟 就为你心动吧 不心动 不就做个饭啊 谁不会呀 你还真别说着 9月份的训练班已经满员了 你要是要去得插班 不是现在就开始拼爹啊 爸爸加油爸爸加油 哎啥也别说了 砸锅卖碟购玩的上学嘛 让你给他收拾书包 你这装啥呢 先吃好再说 把这个AD给他们拿上 这又是个啥呀 这是咱咱们一直吃的 健米丝无敏AD 一般宝宝出了15天 就可以补充了 他家是做 无敏英同营养品的老牌子 用的是很温和的MCT基底油 这每一粒的含量也很足 你看这个 还是小鱼的造型 这都是分粒包装啊 就不仅干净了 还方便携带 拧开这个小鱼尾 就能喂宝宝吃了 这大猫已经吃了很长时间了 出门玩啥啥的 我也更放心 会都给他二秒也备上 你这小类挺周到啊 那学位多少钱 一万三千瓦 一学前 一个云 巧了这不 还一万多 五十多岁 正式愤怒了年纪 你好好跟那大猫打品吧 我就拍就拍 我们到了 这边环境怎么说呢 玉米巴子 估计那幼儿园小朋友种的 哎呀 你看看人家这环境 环境是不错啊 这因为一个蹦床 可能非要来这上 没可能 你看看 比大猫小的小朋友 都出来上上学了 妙妙快去追吧 看见没他捞捞 那大猫已经数在气泡下饶了 你找的像他般的 没上过学不适应 这都是小朋友自己种的菜 这边还有一个鹅舍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体能教室 妙妙你是不是有强迫症啊 走啦走啦 来送你去吧 这一层是户外活动场地 这好像是美术班 这是小朋友的艺术教室 他得在这儿学渣染 小朋友在这儿手工制作 这边是泥塑 看人家弄着茶艺 这愿意的小朋友 比我懂得都多呀 这边是音乐教室 奥尔夫钢琴啥的 拜拜谢谢 我们参观完了 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时代 人与人之间教育自然的巨大落差过 确实啊 那一次多的小朋友 在那儿上茶艺课呢 虽然就不太会表达 但是人家外交说啥都能听懂 没感受到一员 把事完颜不早眼啊 这啥时代 那啥时代啊 你问问呢 北大清华的街头采访 大部分都是什么少年工 国际下的饮料 一路铺路铺出来的 不然现在都说嘛 还没在那儿出柜子 在北京就是卷起来 虽然当父母的 都想给孩子最好的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 有一部分人的起点 已经是那部分人 这辈子无法到达他中间了 他刚刚要给那爸 跟那家的工资 点进来他不到一碗 他刚要有个碗碗 他总的等下都不吃不喝了 上面要谢谢这段 家里能就行 中间人就是 接受父母的平庸 接受自己的平庸 接受孩子的平凡 我还平庸 跟你想要花短钱 你这你这就是典型的 快就是教育 上不上呀 不上